这么冷 跑来找爹爹做什么呀 从今起 爹爹这里 便不生火盆的 就是知道 爹爹下令不生火盆 不用晚膳 霍柔才来陪爹爹一起 霍柔已经吃过晚上了 那就明天 胡闹 既然爹爹这么决定 怎会是胡闹 爹爹有爹爹的责任 你是小姑娘 我是官家长女 大宋公主 爹爹的责任 慧柔分担一小小点 也是应当的 爹爹 我背下来一篇 好长好长好长的文章 背了两整天 终于背下来了 所以 要来向爹爹讨赏 好长的文章 什么文章 慧柔居然可以主动去背文章了 不信 这个不同 我一看 就觉得好有道理 什么 天行有常 不畏遥存 不畏结枉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